在讲述过《死魂曲》前系列《九院》、《知名预感》等日式恐怖游戏故事之后 今天我准备完整讲述《零零》第一代的故事 请各位保持清醒,我不会按套路出牌 因为我把它分成了四个独立的小故事 首先是第一个小故事,兵士惨剧 在古代的日本,某个山村有一户大家族成员皆姓兵士多为神官 他们的家族宅邸也被称为兵士邸 远近百姓皆崇敬之 兵士地地下藏有一道黄泉之门 由巨大的石壁建造而成,建造年代不祥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 黄泉之门连接着阴阳两界的常识之国与恨之国 每隔十年必开启一次 倘若此黄泉之门打开,生死之界必交融 死者皆复生,化作厉鬼,祸害人间 而开门的那一天被称为祸客之日 百姓之所以敬重兵士家族 只因兵士家族自古以来 以各类严格的仪式献祭家族成员 才得以封印黄泉之门,以保佑人间太平 兵士家的献祭仪式步骤分明 首先就是鬼游 鬼游是指家族成员中所有年龄为七岁左右的女童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关进封闭的房间中玩捉迷藏 一个戴着恶鬼面具的木影之鬼 负责捉这些孩子们 第一个被捉住的女童将成为下一任木影之鬼 而最后一个被捉住的则被选为绳之巫女 其次是木刺仪式 仪式中所有的执行人都要戴上面具 所有会将被选中的女童带往木影之室 用内藏力气的面具盖在其脸上 刺瞎双目 使其正式成为木影之鬼 是木刺仪式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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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刺� 再者就是猎神一世了 为了封印黄泉之门 被选中成为绳之巫女的女童 要被闭关囚禁教育十年之久 以断绝一切对人间的眷恋 获得超脱 真正成为合格的巫女 待黄泉之门再度打开的霍克之日临近之时 巫女会被执行的神官带去修女 随后 通过去往黄泉之门的秘密通道 被拉到仪式的石台上 几位神官用五条绳子 勒住巫女的四肢和头部 再用特殊的装置拉扯绳子 最终将巫女活生生地扯成五条 成功后便可得到进行最后仪式的猎绳 而死去的巫女则被送入黄泉之道 最终的仪式则是御妇仪式 用猎绳将兵士家祖传的法物御神镜 绑在黄泉之门上 绑在封印黄泉之门 这些听着错终复杂的仪式 在几百年来一直成功地举行着 直到1797年 一位名为酒鬼石定的武士 在目睹当年那一任美貌的巫女 被压上石台的惨状而心生怜爱 于是上前强行阻止仪式进行 可惜以失败告终 武士的结局非常的悲惨 他不但亲眼看着巫女惨死 之后自己还被迫切腹谢罪 武士死后化作冤魂 守得黄泉之门的外侧 只为大门再度打开之际 与昔日巫女之魂相聚 然而未能如愿 不过对陈氏的思念和情感 本就是人类最珍贵的东西 反其道而行之 必自毙 在那之后 一时又成功地举行了三次 直到1827年 家族中名为冰式巫会的女童 被选为新的巫女 并且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现身教育 这期间 他坚定地履行着职责 近乎抛弃了全部的陈氏之念 十年 很快就过去了 在新的获克之日到来前几日 按照惯例 物会被允许出关 在宅邸内享受数日的自由 然而这几天的时间 却动摇了他本坚定的信念 也改变了冰式家族的命运 原算就像一阵风 你永远不知 他到底自何处吹来 一位从一乡偶然路过造访的客人 吸引住了物会 如春日细雨润心苗 物会竟对这位一乡客 产生了爱慕之情 一乡客兴许是看出了物会内心 对于自由和广阔天地的 些许幻想和渴望 也对物会产生了恋爱之心 这短短的几天内 一乡客向物会描述了 外界世界的五彩斑斓 如同用无数根画笔 在可怜少女内心中 勾勒出了一副服饰会 然而美好总是短暂的 当代家族的组长发现后 命令手下神官秘密地杀害了一乡客 并哄骗物会 称他已返回家乡 等物会的心早已随着一乡客 飞向了另一片天地 他再也无法抛下陈氏的情感 只想再见到这位几日姻缘的一中人 终于霍客之日还是到来了 物会的脑海中除了爱情再无他物 那毕竟是初恋的味道 最终物会带着不甘 惨死于一世之中 这一次的仪式因误会的变故而彻底失败 黄泉之门大开 释放出大量的障碎 玉神镜被震碎成了五块 灾难袭短了整个兵士家族宅地 大多数家庭成员惨死化为厉鬼 根据外人口传的说法是 家族组长因无法接受现实 而发狂杀掉了剩下所有幸存的成员之后 又自杀了之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兵士家族最后一任组长 为了防止霍客灾难蔓延出府邸 决心以一己之力暂时抵挡黄泉之门 方法就是一种名为人柱的献祭方式 他首当其中 斩掉了家族四个猎神仪式中的神官之手 分别将他们的头 安放在祭坛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并在宅邸中的不同位置 安葬了这四位神官余下的部分尸首 最终自杀成为最后的人 而五块破碎的一根认识片 则制造出了结界 这才暂时关闭了黄泉之门 死去的族长和团灭的家族成员 则永远化为了怨灵 困在腐蜂中 误会的鬼魂则分裂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因为痛苦和怨恨聚集而成的恶鬼 而另一部分则是由对爱情的渴望 和善良的残念聚集而形成的孩童幽灵 外人只知道 兵士家族一千余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自此之后 任何踏入宅邸之人 必会被恶灵杀害 第二个故事 民俗学者之死 实际上这部分故事 与灵系列第二部 《红蝶》关联密切 民俗学者宗方梁葬 与妻子宗方八重 带着年幼的女儿美琴 以调查民俗学事宜 并间接照顾身体虚弱的妻子为由 入住了兵士底的废弃古宅中 虽然遭遇附近村民的反对 可这里环境优雅 氛围安逸 三人初来乍到 就感觉无比舒适 一阵时日之后 女儿美琴 与附近三位同龄孩童成为了玩伴 某日玩耍归来 手里多了一台老式大画幅的胶片相机 母亲八重颇为意外 问女儿美琴相机的来头 得知是一位和服少女送给美琴的 那之后的日子里 母亲八重开始在庭院中使用相机拍摄 但不经意间发现 底片中捕捉到了很多晦气的东西 也就是怨灵 那之后 母亲的身体愈发虚弱 直到某一天 女儿美琴与其他三位孩童 玩起了模仿鬼游的捉迷藏 扮鬼的男孩因为对美琴有好感 准备单独捉到她 然而一天下来 她非但没有找到美琴 甚至连自己和其他两位女童 都被怨灵捉去了另一个世界 也就是俗称的神隐 唯有美琴本人因躲藏隐蔽 并且有核能相机为伴才幸存 其母亲八重和父亲梁葬 为了寻找女儿 在宅底中四下寻觅 却不料踏入了结界 此时母亲八重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 她的第六感已经到了肉眼 可以直接看到怨灵的程度 几天后 因无法接受女儿失踪 与怨灵的困扰 在写了一份遗书之后 她于庭暗中上吊自杀 父亲梁葬内心接近崩溃 决心找出真相 她甚至一度弄清了 兵士家族的全部秘密 在快接近最后真相的时刻 却在鬼口附近惨遭远灵吞噬 话说女儿美琴命大的惊人 她拿着老相机 在少女误会鬼魂的指引下 逃离了冰势底的结界 可爱永远地失去了家人 在那之后 美琴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 被安排给了一户人家收养 更改姓氏为除孝 在余后的人生里 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喜得一女其名为申雪 申雪又成家育有一子一女 分别名为除孝真东和除孝身红 而那台何能大画幅相机 也成了家族的镇宅之宝 然而离奇的是 申雪继承了母亲的灵异地露感 可却也因同样的原因 被怨灵困扰而自以身亡 于是真东和身红也失去了母亲 恰好 灵的初代故事就是围绕着这对相依为伴的兄妹的视角和探索展开的 第三个故事 作家惨剧 真东在长大成人后 考入了大学 主修记者专业 恰好 他所崇拜的日本著名民俗智怪小说作家高峰准兴 担任了他专业的特约讲师 在这段时光中 高峰准兴被真东的聪明浩雪打动 对他创作的作品肯定的同时 也让真东作为学生助手 多次随他自己去各地取材 1986年 高峰准兴为了获取新作品的创作灵感 决定亲自探索禁忌之地 冰势底 于是他带着杂志编辑 续方浩二 以及自己的女助手平板八一同前往 三人充分调查了此前几十年中 离奇惨死于冰势底的中方夫妇的事件 并确信可以全身而退 于是正式踏入了这座阴风阵阵的宅邸 第一夜未有怪事发生 然而第二天开始 污秽之气便缠上了此三人 五金 第一天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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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任 三人 二人 三人 三人 一人 二人 二人 啊啊啊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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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的新闻将三人按失踪处理 这一消息令真东惊讶不已 他深受高峰的照顾已久 无法接受恩师下落不明的结果 于是拿起了家传的宝器大画幅相机 准备只身前往冰室底 寻找高峰一行人 零初代的故事也由此开始 母亲自身亡自身一人的家族 这就是宝宝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话说当年真应该跟保利来斯拉皮尔基做一个联名 随后他踏上台阶发现了诡异的面具 似乎一到机关石门就在身前 打开木门来到绳之走廊 他远远就看到镜头一个老人的鬼魂飘泊 接下来进入一个厅堂 再次捕捉到了院流 优独走上楼梯看见一个熟悉的东西 那正是恩师高峰准星的记录本 真东瞬间明白了 高峰一行人大概率遭遇了不测 而自己此刻也被盯上了 空空如也的台阶间 脚步声愈发靠近 真东警觉地握紧了相机 这相机之所以牛逼 主要还是因为内部藏有预神镜的碎片 借助各种不同型号的底片使用 堪称封印院灵的戾气 随后真东发现本应关上的门却打开着 他回到了绳之走廊 也目入了陷阱 接下来 深红为了寻找久久未回的哥哥 也来到了冰市地 实际上这位少女 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刚进入门廊 就遇到了一位和服少女的幽灵 此幽灵正是冰市巫会死后 分裂出的一半善良的幽灵 显然他是在帮助深红 在屏风之后 深红看到了杂志编辑 去方的残像 在走廊中 深红借助了手电的光线小跑前进 发现了哥哥带去的相机 很显然 哥哥是被怨灵袭击了 镜子中一闪而过的 正是冰市巫会分裂出的仇恨怨灵 就在台阶上 深红用相机捕捉到了 疑似哥哥的浮游灵 就在深红不知该去往何处的时候 少女巫会的幽灵又出现了 再次为他指引了方向 原来就在这里 还有一扇隐蔽的门 在一栋柜子中 深红察觉到了边际续方 曾经躲进过这里 没想到这家伙的怨灵 很快就出现了 在封禁他之后 深红经过调查 发现边际续方的照片 上面他全身竟然被裂绳的痕迹缠住了 很快怨灵又袭来了 深红本身就继承了母亲的灵力感知 再加上手持相机 现代的他可以说是怨灵之友的 自从踏入了冰室底 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模糊了 深红在大宅中继续探索 来到了赏月的阳台处 旁边的窗中映出了一个女人的影子 很快他又捕捉到了高峰的女住手 寻版八的幽灵 如果说这些后来者的幽灵 只是小菜的话 那原本冰室家的怨灵们 才真是有那味 这个名为长手男之灵的家伙 就是一个例子 当深红来到大广间附近时 又遭遇了黄泉之门释放出来的 浮游女怨灵 大广间正是一百多年前 冰室最后一任组长自杀的地方 冰室底如今有很多的门 都被封印住无法通过 但是深红家的相机 内置预神镜的碎片 堪称开挂神迹 它不但能封轨 还能提醒解锁封印的位置 所以故事中 我就不叙述解锁的详细过程 在解锁封印来到中庭后 深红再次看到了 很像是女助手的浮游灵 深红可以确认 女助手小姐姐就是挂在这地儿了 这座断桥的尽头 就是当年名为 九鬼十定的武士游魂安息之处 此刻它是一个 XBOX版本的彩蛋 很快 深红又发现了 冰室底的人形补物 这个房间中 之所以有很多的人偶娃娃 是因为他们代表着那些 在仪式中被选中 并在未来牺牲的女童们 据说当年路过的人 总是能听到人偶的低语 当年的族长 也曾经将家族成员之手 放置于此 说到会议器 那可真是名副其实 怨灵马上就出现了 在这里 深红遭遇到了自己祖母 当年捉迷藏时的 玩伴女孩的怨灵 说起来真是缘分 能代替自己父母 完成捉迷藏 也是够浪漫 离开人形补物之后 深红遭遇到了 摔断脖子的园灵 这解门 仔细一看 有那味儿了 在阶段廊下 深红发现了 哥哥的恩师 高峰准星的日记 和打火机 可以判断出 高峰已经推测出了 误会的事情 在目睹助手 和边界的死相后 不知他本人 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经过井口停案的后门 有一条山路 直通名神神社 终于找到了哥哥的恩师 可惜他已然成了 兵士敌采居后续的一部分 在封印了高峰的怨灵后 深红找到了缺失的雕像 解锁了神箱 这里面藏有一块 欲神镜的碎片 就在这时 误会的怨灵部分出现了 深红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的腕部 也出现了猎神的勒痕 可同时也遇到了 当年捉迷藏半鬼的男孩之灵 深红在冰士底中迎来了第二页 原本的零初代故事设定是分为五章 可是制作人最终觉得精简篇幅 于是分成了四个夜晚 这第二页是浓缩了整整两个大章节的内容 显得无比漫长 在第二页中 冰士底的时空发生了回溯 深红所处的时间点 接近于民俗学者宗方一家 搬进来到惨死的过程之中 捉迷藏的鬼童 拿走了御神镜的碎片 想活着拯救哥哥 这个冰士家的纯士宝 不得不去寻找 在走出人形不无之后 深红遇到了目前位置最可怕的怨灵 木影鬼之灵 他凭借声音来判断攻击方向 如果你看了前三个故事 你就一定会理解 为何木影之鬼会如此怨念 因为一个女孩 从七岁被选中 到后续被刺瞎 断绝了一个女人 本该拥有的人生之路 是多么的残忍 很快在水井中 深红找到了捉迷藏女孩的怨灵 深红用风雨怨灵 而得到的刻石碎片 解锁了通往地下的门 在这里 过去不知多少年来 数不清的巫女 被带往鬼口的另一侧 随之这时 深红看到哥哥的身影 就在鬼口的石门边 深红爬下梯子 来到这个地方 却发现无法开启石门 怨灵突然间又袭击了自己 线索的关键 仍然在那个半鬼的男孩身上 于是深红经过许久的寻找 才发现了那鬼童的踪迹 在第二页探索兵室底的过程中 深红无意间发现了一间房间 没想到找到了 和自己身世有关的秘密 这些照片正是深红的 曾祖母自杀前拍摄的 而曾祖母八重当年就是 吊死在中庭这棵树上 不久后深红来到了树下 竟然真的遇到了八重的怨灵 除了与深红身世有关的线索 他也通过调查 搞清楚了墓影仪式的秘密 就是这个房间中 无数个本该迎来成人礼的女孩 被无情地夺去了双目 许多解锁石门的客石碎块后 深红回到了地下 却遭遇了家族祖上的曾外公 民俗学者宗方良葬的怨灵 都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这年轻人真孝顺 马上就是解锁鬼口石门的时刻了 可没想到捉迷藏的孩子们的怨灵 一起出现了 他们哼唱着童谣 我在这里也翻了一下 他们哼唱童谣的内容 大概就是 一个大家族中有孕妇要生孩子了 可这孩子将来会是 争夺家族继承权的人 于是有人在孕妇生孩子之前 将其从背后推下楼梯摔死 死去的孕妇心生怨念 不肯瞑目 只为找出那个害死自己的人 终于打开了鬼口之门 深红发现了死去多年的宗方良葬 他手里还看着欲神镜的碎片 本来快接电弄清真相的深红 再次被误会的恶灵阻断了调查 装饭 говорил 泽民 拍摄 破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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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画 破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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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再次醒来 已经是第三夜了 神红重新通过鬼口来到了地下通道中 在一处塌方的地点看到了哥哥的身影 道路被阻断 神红转身返回 再次遇到了第一夜出现的少女误会的幽灵 他依然在给神红指引方向 就像是误会内心中善意与恨意的对峙 通过得到的线索 神红了解到了当年兵士惨剧中 四位神官被组长斩首的事情 他现实在河堂中遭遇了兵士组长的怨灵 缠斗很久才封印了 接下来要通过底片中的提示 找到四位神官被安葬的地点 并一一将他们封印 最终他来到了阅读堂 这个地方曾经为祭奠第一位成为绳之巫女的女童 以及被家族组长斩首的四位神官 同时这下方是一口枯井 他本来是给那些即将被献祭的巫女们沐浴用的通道 神红通过这里可以绕路接近黄泉之门 不过这样的后果就是 破坏了族长死前献祭完成的人柱 也就是说后果需要神红独自承担了 可是在他下来之后 误会的恶灵再次出下了 很显然 神红已经成为了被选中终结兵士敌惨剧的那个人 再次醒来已经是第四夜了 只不过这次他出现在了琴房中 这里是当年兵士家族某代为女儿打造的房间 这里有古琴 也有坏掉的留声机 显然时间线已经模糊 少女巫会幽灵出现了 示意神红按照乐谱弹奏古琴 神红照做了 马上一道隐蔽的门就打开了 走进秘密通道 神红来到了兵士里大宅的二层上方 在这里发现某个房间顶部有一个窟窿 好奇之心顿时收不住了 不久之后 在墙壁上又发现了一个偷窥的地方 神红透过这个缝隙 看到了一百多年前17岁的悟会 在被献祭之前流露出了恐惧和不甘 经过暗门 神红来到一个暮龙前 少女悟会的幽灵又出现在里边 似乎暗示了当年被囚禁教育 十年的巫女们的悲惨写照 就在龙子附近 有几封古老的家书 正是当年悟会的日记 他表露出了自己对异乡客的爱慕之情 神红不禁开始怀疑 自己的哥哥珍东 是否因为样貌可能和当年的一厢客过于相似 导致被悟会的恶灵给撸走了 就在将要离开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危险又来临了 好在悟会的恶灵并没有攻击神红本人 最终了解了兵士家族惨剧全部经过的神红 来到了地下的隧道中 这次他成功地进入了猎神仪式的房间 亲眼看到悟会是如何惨死于此 离黄圈之门越近 怨灵的数量就越多 在封印了无数怨灵之后 神红来到了黄圈之门前 只见那石门路着一道缝隙 但瘴气也早已消失了 在前三夜中 神红收集到了五块欲神镜的碎片 而且拼凑出了接近完整的镜子 虽然见到了哥哥 但是误会的恶灵并不打算放他走 一场恶战不可避免 大陡组成功只可抵復 我们的马确囊 只见过是啊 在这里最有意思的一点是 冰式家族对于污泥的选择标准 就是灵感的强大与否 此时的深红通过无数次使用相机 第六感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强大程度 此时相机突然爆炸了 根据大部分人的说法 说是深红的灵力超过了相机中 预神镜碎片承受的极限 不过当年还有一种声音 经过推测认为更合理的是 深红成功地让预神镜产生了共鸣效果 镜子通过共鸣想要重归于完整 于是破镜重圆 故事迎来了尾声 第六感,第六感 第六感 第六感 好 想想自己的工作 把这个门终终终的 我的工作 我认识我认识 你们快逃走 你 你 不然这样 再会发生了 谢谢 只要那些想法 好 在官方的结局中 珍东被误会的精力打动 最终愿意留下来陪误会守的黄村之本钱 哥哥最终还是愿意相信 这便是自己的命会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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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初代的这台相机并没有明确指出是谁最早带去兵势底的 整个系列有介入麻生邦言这个江湖末期日本西洋民科代表的势力 他通过一种矿石和特殊手法改造了很多相机 零初代的故事删去了很多的内容 比如民俗学者宗方的女儿美琴捉迷藏的部分只出现在照片和书信之中 甚至没有任何CG剧情来描述 零Zero作为系列的初代算是PS2鼎盛时期和风恐怖游戏的代表之作 相对死魂曲和九元来说要更早也更成功 不论销量还是人气后两者都是望尘莫及 零Zero中的献祭仪式与我们看来 必然是在道德方面说不过去的 好比说为了拯救世界唯独你熬背献祭你真的愿意吗 至少故事中那些巫女们是默认遵从了自己注定的命运 你也许会问为何日式恐怖游戏总是少不了献祭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可以延伸到日本自古以来的天灾人祸 以及刀与原住民的泄阳问题 甚至还可以联系到自杀文化等等 更多的有一次考究解析 我会在今后陆续推出 好了零初代的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那些看来 我看你 我看来 还有 我看来 我看来 有 toujours 改变